并购以色列AI芯片公司后 这家创起首推3D机器视觉模组 新东西11月25日报道 今日 银牛微电子推出 G&NU4000芯片的银牛3D机器 视觉模组CE58 针对中国市场需求优化设计 主要面向机器人行业 NU4000芯片高度集成了3D深度感知 4MGA功能 模拟人脑加人眼 提供实时3D感知 计算到系统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会后 银牛微电子董事长兼CEO区贯程 银牛微电子联合创始人兼市场销售VP合伙高 银牛微电子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白亿 接受新东西等媒体的采访 在采访环节 银牛微电子联合创始人兼市场销售FUP合伙高提到 目前3D机器视觉主要有结构光 双木立体 Taf3个技术方向 很难说哪个技术方向更优 这要根据应用场景来看哪个技术更为理想 据白亿分享 在收购银牛重点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维护稳定以色列核心管理层和研发团队 对运营进行规范治理 维系团队凝聚力 收购后员工流失率极低 核心员工完全没有流失 两地团队都有扩建规划 二梳理产品研发路线图 聚焦技术本身 包括未来三年芯片路线图 并对国内外重点市场及头部客户进行梳理 三着重建立银牛在中国的团队 从核心管理层到各个部门 伊怒TDNU4000芯片 采用12纳米工艺 正在稳定量产中 后续银牛的芯片工艺会前进到7纳米 5纳米 中国团队也将逐渐参与 加大在其中研发任务的比重 最终会是技术 knowhow 人才库综合考虑 以色列团队会持续推进 在先进3D感知算法 复杂Socket再购及NPU的导入等方面的研发工作 同时很多工作在中国已经可以做 staan 吃饭才有光 4D感知